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相信一定有不同的寓意 我们分别请他们都来说一说 对 江苏颖先说一下 您给江华老师这个花有什么寓意 江华老师您好 我是青年演员江苏颖 我今天送给您的是一捧向日葵 因为它象征着理想与信念的光辉 也象征着对梦想和艺术的最执着的爱 也非常感谢您演绎了那么多好的角色 给我们青年演员传递了榜样的力量 非常感谢 谢谢 好 张鹏说一下 您给李丽老师这束花有什么含义 我给李丽老师的是绣球花 这个花语象征的幸福团圆健康美满 因为我们中国是一个提倡孝道 百山孝为千 顾家的这么一个优秀的民族 那么李丽老师为了广大观众 奉献了那么多的幸福的家庭 那么可能有人会把它忘了 那么我就想借这个机会 祝李丽老师永远的幸福安康 而且最后我想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我可以亲您一下吗 这是舞台上温暖的瞬间 罗靖来说一下 您给王贤老师这束花有什么含义 我送给您的是一盆百合花 祝你们老两口百年好和恩爱永远 谢谢 谢谢 来 唐嫣 您送给于林老师的这个花有什么含义吗 我送给于林老师的这一盆花是康乃馨 因为它代表着尊敬 那这也是代表了我们所有人 对中国第一位电视剧演员的深深敬意 谢谢于林老师 谢谢 谢谢我们各位演员们所送上的不同的祝福 但也表达了我们共同的敬意 同时呢我们也要感谢各位前辈艺术家们 在电视百花园里也为我们种下了鲜花 拨下了美丽 我们再次把充满敬意的掌声送给前辈艺术家们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请我们的四位年轻演员 罗靖 唐嫣 张同和江书颖呢 用我们中国第一部情景喜剧 我爱我家的主题歌 诺言 来唱出我们中国电视剧人的那种最真切的情怀 而我们即将在大屏幕上看到的则是为中国电视剧发展 做出过重要贡献 同时也年遇故夕的艺术前辈们 为一句无声的诺言 为一句无声的诺言 温暖或是寂寞难言 总是全心全意的出现在你面前 像天空大声的呼喊 用心的试过了这么多年 当你热情奔芳华时痛苦难言 谁的诺言会真的实现在你身边 爱是一个长久的诺言 平安的故事要用一声讲完 光阴的眼中你我只是一个差距 把明天成为昨天 昨天成为记忆的片段 泪水与笑脸都不是永远 那是一个浪漫的诺言 快乐的人类容每一天都在变幻 在变幻想的诺言 很难言 人心在黑转谁冷 当你为我停留 当相逢成为再见 再见 再见成为遥远的思念 每次一笑愿都不是永远 内心的平安那才是永远 内心的平安那才是永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